美国专家关于朝鲜出兵俄乌战场的一些研究结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啊 最近一时期关于朝鲜出兵俄罗斯的问题吵得很热 那根据莫斯科共情团报的最新报道 10月23号朝鲜军队已经抵达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朝鲜哪些部队对乌作战将如何影响战争的进程呢 美军退役上校马克·坎西安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说西方暂时对朝鲜出兵俄罗斯保持克制 美国总统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只是说这十分危险 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认为这意味着战争明显升级 但也体现了俄罗斯的绝望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格宣称 朝鲜向俄罗斯派遣了大约1万名军人 部分已经接近乌克兰 俄罗斯打算在库尔斯克州将他们投入使用 另外根据报道 这一周韩国的代表团将抵达乌克兰 要讨论基辅和首尔之间的合作的问题 朝鲜出兵可能会造成何种军事后果 CSIS国际安全计划顾问参加过越南海湾 或两次伊拉克战争的美军退役上校 马克·坎西安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福布兹也发表了他所得出的几个主要的结论 一是为什么俄罗斯请求朝鲜出兵 俄罗斯迫切需要补充部队 据西方的评估 俄军的损失从欧冲突爆发以后 现在总共达到了约61万人 俄罗斯想增加军队的援额 9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自战争爆发以来 再一次下令扩军 要尽量的降低内部的政治影响 已经提高了给新兵 给外国雇佣兵和上战场的服刑人员的待遇 提高了征兆的最高年限 二是为什么朝鲜同意出兵 因为朝鲜继续外汇 很可能俄罗斯会支付与朝鲜出兵 士兵工资有关的所有的费用 根据韩国情报部门的信息 这个金额是每一名士兵每一个月2000美元 三是朝鲜出兵的数量和作用 朝鲜计划12月之前 向俄罗斯派遣4个旅 1万到1万2000人 明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抵达俄罗斯的朝鲜军人 换装俄罗斯的军装 领取俄罗斯的军人证件 并学习如何操控无人机 那根据推测 如果朝鲜军队的确是特种作战部队 就可能会从事纵身侦查 或者在前线开展作战行动 更大的可能是让朝鲜的士兵 从事军事后勤保障 技术维护和无人机作战 无论如何朝鲜出兵 可以让俄罗斯在前线解放部分兵力 四是朝鲜对外出兵的历史 对朝鲜而言 这是历史性的出兵 首次派遣大量的陆军出国作战 之前朝鲜仅仅是一顾问和专家的身份 加入外国军队 1968年 大约100名飞行员和专家 前往越南 1973年 在熟悉日战争中 有1500名顾问 飞行员和专家到了埃及 后来大约有20到50名顾问和专家 在1984年前往利比亚 朝鲜还在1987年向乌干达 2014年向刚狗 2020年向西利亚派出国军事顾问 五是关于朝鲜的特种部队 部分前往俄罗斯的朝鲜士兵 首于第十一突击军 这是一支特种部队 用于在后方展开行动 搞破坏和暗杀 这个军的历史起源于124大队 1968年 曾远程奔赴 企图刺杀韩国的总统朴正希 后来功败垂陈 据韩国国防部的评估 朝鲜特种部队的原额 大约有20万人 即使出兵俄罗斯以后 本国还是保留了一大部分 六是关于朝鲜军的战斗力 尽管他们的数量多 意识形态坚定 但是装备相对老旧 经常使用他们向地方部门提供援助 而且战备程度比较低 主要是由于物资 包括燃料的供应匮乏 与朝鲜普通的士兵相比 特种部队的训练水平可能要高一些 他们现在正在俄罗斯接受培训 因此抵达战场的时候 将是训练有素组织有力 最后一点就是朝鲜出兵的军事影响 目前这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 朝鲜军队帮助俄军 弥补兵员的不足 但现有的出兵规模 对于乌克兰的战场 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未来 如果朝鲜参战士兵的数量发生变化 对他们的使用也发生变化的话 那是有可能影响乌克兰战争的进程的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